回到新聞現場要來關心到國際的消息 位在印尼爪哇島跟蘇門達蠟之間的遜塔海峽 在當地時間22號晚間發生了海嘯 目前已經造成至少有222人死亡 超過800人受傷 而數以百計的房屋跟建築是嚴重受損 印尼氣象氣候計地球物理局表示 海嘯很可能是因為阿納克克拉克托火山 當天晚間的噴發 造成海底山體滑坡 從火山噴發到海嘯的侵襲相隔只有大約24分鐘 而我國外交部指出 目前並沒有台灣旅行團受困 但是在當地旅遊的6名國人一度受困 其中傷者傷勢並不嚴重 已經在當地的診所來接受治療 沒有生命危險